首先你把这个视频跟这个文字都已经导入之后 然后开始 好我用键盘不要用滑锁 然后你看一下我的速度 预备开始哦 突破开始系练的改变 但我们要如何改变旧有的系练呢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大脑去想象 旧有的系练所带来的莫大痛苦 你必须打从心底体认这个旧系练 不仅在过去与现在会带来极大的痛苦 并且确信未来人会带给你痛苦 在此同时你要想到换成的新的系练 能带给你无比的快乐有活力 每天不断的反复练习 时间久了自然就能看见成效 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直接按存档 然后把它play一下 一个人的突破开始系练的改变 但我们要如何改变旧有的系练呢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大脑去想象 旧有的系练所带来的莫大痛苦 你必须打从心底体认这个旧系练 不仅在过去与现在 为你带来极大的痛苦 并且确信未来人会带给你痛苦 在此同时 你要想到换成的新的系练 能带给你无比的快乐有活力 每天不断的反复练习 时间久了自然就能看见成效 好了就这样 前面这边是不是就自动出现了这个字幕了 所以这样速度有没有很快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用了一些时间之后发现 原来键盘跟滑鼠的使用效率其实还是有差 那我们在课堂里面就会教你 用键盘拍打的方法 其实就是这么快就可以把字幕上完喽